我這個頻道主要是說1比12的玩具 我是Jacky 今天要說的是Medicon Endgame Avenger的雷神 其實Endgame已經是幾年了 2019年到現在2020年了 都隔了很多年 但是Medicon呢 延期又延期 最後現在就終於出了雷神 之前就出了美國隊長 相傳說今個月會出85的 未延期的話 但我想都是延期的 這個是他的盒子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這個貨棋 按下去就脫了貨棋 後面 有兩層 他的設計呢 其實跟之前舊第三集的雷神是相似的 即是有閃電的效果 事不宜遲就先開 先有三款頭 分別就是一個平常的頭 跟著一個就是有電眼的頭 放大一些電眼的頭 平常的頭 我覺得這次他做得是不錯的 我覺得不需要換閃會 都已經是做得不錯的 做得這些樣子 實不像的 花色也是啡色 還有一個大叫的頭 以頭來說 真的算 多的 我覺得是 頭真的象徵到漂亮 好 我們拿HF就知道 HF其實都做得相似的 這個神髓 但HF就是這個髮型 弄得好像一隻狗一樣 HF是金色一點的 它就啡色一點的 各有各好 另外大家關注的 一件事 就是身形的問題 HF很明顯 就肥很多 肚子沒有那麼大 而且比較高 所以大家會覺得 它好像沒有那麼肥 但是細節度 對比HF 很明顯它是漂亮很多的 例如這些位置 有電紋 你看HF都沒有的 還有講效率量 它又有很多脫仔 還有 還有 HF這塊布 沒有鐵線 它是有鐵線的 這件事已經差很遠了 好嗎 但是身形來說 我覺得我喜歡HF多一點 HF好像肥一點 好嗎 變了真的 又焗了我買兩隻 其實它還有兩款脫仔給你的 兩款脫仔 兩款脫仔 一款 我以為看圖 它那個盒子 這個位置是透明的 我以為為兩個脫仔一樣 原來不是 它這個真的做了一個很有趣的 只要你給它一些光 你就會看到它變了透明的藍色 沒有光 其實你不太感覺到它是藍色的 我覺得這個圖案挺有趣的 這個圖案 你打燈下去就會看到 這件事 你的光 大家看就會看到 畫面就會變成這個 藍色 放大一點點 就會看到 就會變成這個藍色 這個是不會的 挺好的 我喜歡這個設計 我不知道原理 但是很喜歡這個設計 這個真的要給它一個讚 因為 這隻東西 最主要是說服自己 我買了XF XF又不是太差 你要說服自己 為什麼要買它 要買多一隻 上一隻我說服自己 就是因為 它有兩個套 一個是露手臂 一個是穿這些衣服 那我就把配件和XF 兌換了 然後它就是一個閃電形態 那 起碼我都接受到買兩隻價錢 但是這兩隻其實真的差不多 為什麼要買兩隻 真是很困難的 但是它看到現在這些配件 都很欺利地滿足了我 要買兩隻的原因 一、二、三、四、五、六 那有六對手型 那都是這些很普通的 因為大同小語 就是拿鎚子 擋住東西 拿拳頭 拿東西 發電 這些普通手型 那我覺得就很普通的 就不詳細去講了 另外手型 原來它也有分配到 一個是拿這個斧頭的 再寬一點 一個就是拿鎚子 就小一點的 它不是一隻手拿光的 那這些就是Medicon 就是貼心的設計 繼承了之前 Avenger 3 Infinity World 即是無限戰爭的 那個做法 就是可以換一個效果 那就是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 挺欣賞 因為它換了電影效果 HF是難得做的 沒有的 那它中間是這樣 我拆開了它 因為我要剝這個 剝不出來 那我用熱水浸 然後拆開它 它的身體出來看 它中間是條狀的 這樣的 先把它拆起來 不需要的 其實如果你覺得不夠肥 可能真的出些配件 弄肥它 都可能 有得想的 我弄了很久 終於弄好了 那它有一堆 就是 Medicon很喜歡的 一堆效果給你的 那這次就真的 都 跟上次一樣 那這次 直接是 腰帶呢 它不用你換了 因為上次是 換這兩顆東西 我只不見了 那這次就直接 換了一條 已經弄好了腰帶給你 我覺得這個是貼心的進步 那跟著呢 再會有四顆東西 跟著再加上一個 電的Effect 手的Effect 跟著鎚 這個跟之前那個 Avenger 第三集那隻 無限之戰那隻雷神 是一樣的 這個Effect 一模一樣的 都是一個鎚 後面再有一個Effect 但是這次就直接 給多一個 整個鎚都變成透明的Effect 那 那 還有這個 就是 有光照過去 都會變成顏色的一個鎚 那 跟著 還有眼睛 照下去 照下去 都是有這個 電的Effect 有三個頭 那 跟著還有這個 那 眼睛的Effect 整隻都穿了電 那當然 要砌過 都覺得蠻複雜 還有 都很嚴重 那 那些配件就要小心一點 那 那這個就是高度對併 即是比併 那 HF 如果鎚神 就會矮它半個頭 但是HF的鎚神 我覺得很高 都是矮它少少 會 它現在就會跟 MATICON的隊長一樣高 那 那 那 R4 呢 好 R4 呢 就 一個適合的比例 你就會不會覺得它太小了 那 那 最後說回來 如果你有HF的 我覺得 HF 又不是未知自己那麼差的 那 那我就是覺得 你可以考慮一下 那 但如果你還沒買HF 沒有其他的呢 那我就覺得 這隻是你 可以選擇的 第一 第一 它有一個 合式的 風暴鎚 一個合式高度的風暴鎚 第二 它有更多的特效 跟著更多的頭 有三個頭 跟著鎚有鐵線 跟著鎚有兩款給你 有特效不特效 多的HF 已經很貴很多了 那你當年買的也不便宜 那 那跟著 還有手連來也有分 這個 這個 不同的尺寸 有一個大一點 有一個小一點 比你拿不同的鎚 以HF是沒有的 很明顯 那 這些就真的 它有想過的 是這樣的 那跟著 最有驚喜的 我覺得這隻鎚的賣點 就是 那個鎚 那個發光的鎚 只要有少量鎚 它就會變成透明的 但沒有鎚 不會覺得是透明的 這個鎚 它又怕你 怕你 就這樣 這個鎚 就 就是 差當 所以它又配多一個正常的鎚 我覺得這個鎚 真的很有驚喜 這個鎚 這個樣子做得很漂亮 我覺得 漂亮得是 非常好 不會像HF HF HF的樣子很像 但HF的兩個 髮腳 好像 季婦狗一樣 像季婦狗一樣 像季婦狗一樣 很噁心的 這個鎚 沒有了鐵線 又有鐵線 總總積像 我覺得 做得是 合格 以上 所以總總這件事 是值得買的 但始終就是這個角色 狗結 就是出了太久了 這套戲都下了很多年 雷神 現在都叫退休 即是 你又不是出最新版的雷神 你看 HF已經出到最新的雷神 你又肥的 都減肥了 變回瘦了 你現在才出這個 就是AV4 那我到你什麼時候 才可以出到這個雷神 或者是女雷神 那些東西是高渣 大渣是 太慢了 慢得太過分了 別人HF已經賺完錢 MF已經賺完錢 才到你了 那你這件事就 即是令到 那些人 不一定會選擇 你了 因為已經賺 不想買 重複 如果 即是 HF 或者什麼 不是太差的話 未必真的會選擇 你了 這樣的 是這件事 糾結一點 我不知道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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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電影那些 即是 很難去選擇 因為已經買過很多款 一模一樣的 再買又困難 雖然真的 有很多 即是改進 針對HF的藥店 來打 這樣的 那 這條片就來到這裏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 拜拜